原处争地越来越频密 最近一起事故发生在彭亨州尔联兔 村民控诉 两头大象在甘榜附近游荡 经常在晚间出动 啃食村民的农错误 另外网上盛传 许兰娜的东铁施工地段出现老虎 当局已经否认这项传言 彭亨尔联兔甘榜索母的村民控诉 附近的森林保护区有15到18头野象 可是其中一头母象 从两天前开始闯入村落 400名村民人心惶惶 乡村发展和安全委员会主席拉斐兹透露 这头母象大约三吨重 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民宅附近 脚掌大约有45厘米 这头大象经常在深夜出没 把村民的农地当自住餐厅 尤其中爱香蕉树 让它们损失惨重 同时另一头脚掌大约43厘米的弓像 则是闯入了附近的游棕园 村民相信人类活动越来越靠近野象的栖息地 迫使动物寻找新的活动区 但也希望当局可以尽早围捕野象 把它们带到其他地方照顾村民安全 半岛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过去几天 已经到场巡逻 也监督野象逃走地段的通电篱笆 除了野象 社媒从昨天开始流传视频 说雪兰儿双文蛋的东海岸铁路施工地段 有老虎出没 雪州半岛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局长 旺末哈姆阿迪第一时间澄清 强调这是去年的旧视频 地点是霹雳河风的原住民春落 他呼吁各界不要以额传额 以免引发民众恐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订阅